小区小区方面的关心的是 在家文康社区上的基盤 家政班的成果发表 利用在地冬季的梅子 来减化十几行的梅子大餐 有传统的梅子鸡 也有重新减化的 紫米梅子饭团 外面上满满的梅子 风味餐都是来自在家乡 文康社区家政班的成果 是利用当地生产的梅子 演化出十几多的菜式 你不止菜式丰富 连料理过程都相当的工具 一堆梅子鸡料理 走双鸡的处理就要先用到梅子 湯来烫过过米 现在当时梅子生产的贵 现在做梅子鸡身暖梅 脆梅 或是日酥梅 不止可以做四小的直接吃 不可以来入菜 增加着气味 梅子炒饭 梅子饭完是适合夏天来吃 你烤肉 衰肥 或是白骨 咬着梅子 是可以来減少油脆的感觉 然后把梅子入菜 让我们的菜吃的不油不腻 而且它是一个可以酸碱 平衡我们酸碱脂的一个 很养生的东西 那在入菜之后 吃起来的味道酸酸甜甜的 相加谈恋爱的那种感觉 家政班成员 大家合作 一起合作 一人做一项做出来的成果 文鳳川在今梅子 已经有40年以上的理数 好生的方式主要是买到 切梅给人家的祝福 因为品质真好 每人都沉受好病 你今年在家乡都回家进班 是进一步来提供 希望用到梅子 风味参考民众了解 吃梅子的好处 生事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像菜红博德